回到新聞現場來看到 台南市府為了幫單身男女簽紅線 特別跟洛爾門聖母廟合作 今天辦了聯誼活動 各選出60名男女 在月老店前玩破冰遊戲認識彼此 希望月老幫忙簽好姻緣 這次活動才開始報名 就有超過170位男性想參加 男女比例一度失衡 還被當地的粉專幽默發文 認為配對過程是男上加男 台南民政局聯合洛爾門聖母廟 首度舉辦聯誼活動 要來幫底下這些單身男女 促成好姻緣 初次見面主辦單位 趕緊引導大家進入破冰遊戲 在月老店廣場兩兩成對 你看我 我看你 每個人表情都有點害羞 就是很幸運可以順利保護 謝謝月老 希望現在給人知道就是一些不錯的 第一來交朋友 第二呢多認識一些異性朋友 各個有信心 期待能在聯誼過程遇見新疑對象 而活動一個月前開放報名 原本規劃男女人數各半參加 沒想到才第一天就湧入超過200人報名 其中170名是男性 占了85% 男女比例嚴重失衡 也讓當地粉專幽默笑說配對過程是男上加男 最後各篩選出60位男女參加聯誼 參加民眾來自各行各業 其中有大約10位男性是南科工程師 工作環境影響接觸對象少 希望透過月老牵線找到命中注定的那個人 就和我們其他報道